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俄南部军区举行航空飞标选拔,在苏30苏34全部上阵 近日,俄罗斯南部军区轰炸机航空队在库巴尼科普安斯科伊训练场,居行了航空飞标 2018第二阶段选拔赛,参加比赛的飞行员发射导弹和炸弹,对地面目标进行了打击 途中是参加选拔赛的苏道34战斗轰炸机,苏道34目前是俄罗斯装备的最主要的战术战斗机 截至2017年,俄空天军已经装备了110架苏道34 据悉,俄罗斯还将在其基础上,研发特种情报飞机和电子战飞机 图为从科潘斯科伊训练场起飞的苏道34战斗轰炸机 从图中可以看出,除了苏道34战斗轰炸机外,参加此次选拔赛的还有苏30SM战斗机 这是一款具有超机动性的战斗机,装备有向控阵雷达,推力矢量发动机 在不加油以及无副油箱的情况下,可以飞行3000公里 图为参加此次选拔赛的俄空天军飞行员 航空飞标是俄罗斯国防部主持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中的一个项目 之前都是在俄罗斯举行的 去年中国承办了其中六个项目,包括航空飞标 当时俄罗斯派出了苏35S、苏30SM战斗机 苏34战斗轰炸机、苏25SM攻击机 图22立方米战略轰炸机、伊尔76运输机 以及卡52、米28N、米8AMTSH直升机等来中国参加比赛 航空飞标比赛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按照指定路线飞行 利用肉眼进行空中侦察、考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 第二阶段为在飞行过程中对地面海上目标进行攻击 整理的处理 台湾建来码 第四阶段为了解码